四月录剧评分榜TOP9 成欢季6.2分 古装剧《西花指》6.9分第三 冠军是近8分好剧 四月录剧普遍都在一个水准线上 没有什么绝世大雷剧呢 胡怡天和张静怡主演的古装剧《西花指》 豆瓣开出6.8分 试剧与凤行《华尖令》之后 又一部热门古装爱情剧 现偶录剧的部分 李线的春色机器人重出高评价 而杨子的成欢季拥有高热度 但剧评就没有特别亮眼 以下四月录剧评分榜TOP9 成欢季6.2分 《西花指》6.9分第三 冠军确实好看 四月录剧评分榜TOP9 杨子 徐凯 成欢季豆瓣评分6.2 成欢季改编自《一书小说》 《一书小说》因为背景特别 风格鲜明 不好翻拍呢 而剧版成欢季对比小说改动很大 风格更温馨 更甜爱但也更狗血 书迷不满意魔改 剧迷认为剧情太过狗血 所以成欢季豆瓣分数没有特别亮眼 评分仅6.2 但说实话剧情真的不雷 成欢季成欢控制于超强的妈妈 以及杨子和徐凯的甜爱CP线 都引起了话题 播出期间讨论度相当高 剧版虽然大幅改编 但又成功抓住观众口味 剧情会吸引人往下看 成欢季讲述平凡女孩卖成欢努力 从母亲强势的关爱中挣脱 并接手奶奶交托的酒店 展开的大女主成长故事 4月录剧评分榜TOP8 何宇 杨玉彤 右剑逍遥斗半评分6.4 右剑逍遥已经是今年季 仙剑四合起今招之后 第三部仙剑改编剧了 这部和胡歌 刘亦飞的仙剑奇侠转一 翻拍子同一个故事 通常翻拍剧时部里 有九部都是地雷 右剑逍遥播出前 也被歌中唱衰 但剧评没有大家想象的差 还是有不少新观众入坑 不过如果是看过胡歌 刘亦飞版本的观众 看右剑逍遥 大概会很失望 胡歌演出了李逍遥的侠 刘亦飞则是自带仙气 两人的演艺太难超越了 所以右剑逍遥评价很两极分化 讲述自小梦想成为一代大侠的李逍遥 邂逅与世隔绝的少女赵灵儿后 护送她一路寻慕的故事 男主角和与世与风行的芙蓉君 四月录剧评分榜TOP7 张彬彬代序手术直播间豆瓣评分6.5 手术直播间是张彬彬难得尝试的医疗剧 这部剧的原主小说是大男主爽文 剧版大幅度改动小说 却改得不好 以医疗剧来说 男主角紧手指开得太大 一路顺风顺水 被说没什么现实感 但如果忽视这些细节 剧情有爽感 张彬彬和戴旭都挺适合角色 喜欢看爽剧的观众会追得很开心 手术直播间讲述天才医生证人 因要查探18年前冤案的真相 而来到海城医院 与急诊科咸鱼主任苏云 组成了一对欢喜冤家 一起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疑难病症 4月录剧评分榜TOP6 7号杨幂 海尔滨1944斗瓣评分6.5 海尔滨1944是杨幂的转型之作 这部剧也因为杨幂而热度爆棚 讲述情报人员宋卓文 潜入海尔滨远景厅特务科 被特务科科长官选 无认为救命恩人 展开的叠战革命故事 剧情其实不差 然而网友的关注重点 都在试图转型的杨幂身上 杨幂为了延好这部剧 请了表演老师 努力改变自己以往的演戏方式 大家有看见杨幂的努力 然而观众对于杨幂的表现 还是评价量级 剧里杨幂只要一和细鼓演员同台 演技落差就很明显 杨幂演的是行狠手拉的女特务 但演技还是被认为流于表面 无法真正说服观众 但该剧也因为杨幂的出演 而冲出极高关注度 4月录剧评分榜TOP5 李宪 任命群星闪耀时 豆瓣评分6.7 4月李宪除了春色寄情人外 还有这部革命谍战剧 群星闪耀时热播 这部剧质感也还可以 剧情没有乱来 小人物的群像戏刻画得很细腻 但就是热度非常非常低迷 群星闪耀时 讲述了抗战时期 出身于国民党高关家庭的 华真李宪是 因为一场意外改变了人生轨迹 以向远生这个身份进行伪装时 他也与新手女警员 罗敏敏任敏事 警察队长陈浩 周游士等 一群身份迥异的年轻人结识 点点心灰 终将闪耀祖国大帝 叠战剧本身题材沉重 内容更具深度 青色的少年脸 往往担不起历史的厚重感 可谁能想到 群星闪耀时 几乎首播上线 就迎来了口碑大爆 点开豆瓣评论区 更是清一色的五行好评 有网友直言 电影的质感 加上原生台词 神级转场 好看 有网友强烈呼吁 想知道李宪和任敏 在剧中有没有什么虐恋 民国谍战家虐恋就很好看了 电视剧群星闪耀时 在质感和节奏上大获认可 更难得的是 李宪和任敏这两位青年演员 在黄志中 王冒泪等等 走实力路线的演技派面前 依旧演技过硬 表现吸睛 四月录剧评分榜TOP4 白玉帆 于何伟 城中之城 豆瓣评分6.9 城中之城是一部金融职场繁腐剧 以银行业为背景 这部剧集结很多戏骨 角色之间的博弈非常精彩 虽然距离一些银行相关的背景 被诟病有点悬浮 但整体剧情还是让社畜很有共鸣 达不到的KPI 同事之间的内卷竞争 领导的压力都很有现实感 豆瓣评分6.9 城中之城 讲述陶无忌 北深茂银行 滨江之行录取 从最底层的溃源开始做起 女朋友田小慧 则在表姐的介绍下 进入了信托公司 二人约定要在金融业大展宏图 然而一步步往上走之后 却在这个金钱世界里 面临各种挑战与选择 四月录剧评分榜TOP3 胡一天 张静怡洗花指 豆瓣评分6.9 洗花指真的值得追 洗花指开播前 被好多网友唱衰 因为胡一天和张静怡 都被认为不适合古装 没想到却靠住剧本逆袭了 洗花指是个大女主成长故事 节奏快而不拖沓 女主有智商 毫不恋爱脑 而且配角人设也很饱满 没有沦为衬托主角的工具人 洗花指把女性群像刻画得很好 女性没有辞尽斗争 反而互帮互助 团结一心 洗花指豆瓣开分6.7 后来由小福上涨到6.9分 以古欧剧来说 算是挺高的分数 讲述花府忽然遭吵家流放 大小姐花指不再装傻藏巧 她在跌跌撞撞中摆脱危机 和鬼精神怕的七宿 私事顾燕熙一路吵闹 一路温情 四月录剧评分榜TOP2 同样 张欣诚 未安之火斗瓣评分7.6 未安之火崇尚第二 未安之火故事挺吸引人的 剧情结合选一家犯罪 假姐弟恋 题材相当大胆 不过这部剧比较挑观众 因为风格偏文艺 节奏比较慢 如果能耐住性子看下去 质感其实不差 导演镜头感很高级 未安之火 讲述淳术保守的清水镇上 从明台大学退学回家的周洛 结识了美貌少富南亚 关于南亚的风言风语 始终不绝于耳 但随住两人日益熟络 周洛发现南亚的另一面 原来她的婚姻并不美满 甚至是贾宝受害者 而就在欢乐的千禧年夜晚 南亚疑似用斧头砍杀了她的丈夫 四月录剧评分榜TOP1 李线周宇彤春色季情人 斗半评分7.7 冠军就是李线的春色季情人了 李线近年推出的春色季情人 去有风的地方都是走高质感路线 两部剧风格基调也有点相似 一个是职业特殊的遗体整容师 一个是腿有残疾的销售员 亮人双向救赎 李线和周宇彤都特别灰眼平凡人 而且配角各个立体饱满 爱情线特别好客 春色季情人讲述小腿残疾的装结 回乡路上偶遇多年未见的老同学麦东 后来两人又意外重逢 两人在试探拉扯中 逐渐靠近 逐渐疗愈彼此内心的伤痛 这里对于爱情 对于生死的描绘 都相当有余韵 她真的值得高分 对于生死的跪运 对于生死的跡迹 是 也可以 我们会放到 温暖打 我们在阵迫